路口監視器路下 白色轎车直衝路旁民宅 先撞上路邊店家招牌 接著衝撞民宅旁車輛 花心數十公尺停住 从另一个角度路下 轎车事发前在路口高速急事 一次车速过快失控偏离车道 最后撞上路口号指灯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 满是碎片零件 店家压招牌用的轮胎四处乱滚 招牌变形倒在一旁 摊犯摆设也被撞得一团糟 现场车祸痕迹历在目 事发在十一号凌晨四点多 花莲中山路一段 职业军人的张姓男子 疑似车辆操作不当失控 由于当下撞击力道非常大 头部与四肢都有擦措伤 驾驶身上多数擦伤 经送一整之后 手心并没有大碍 另外桃园十三号早上七点多 发生一起事故 骑士行驶在慢车道 快车道的黑色小货车违规右转 骑士被撞飞倒地 车厢物品和碎片零件四散一地 骑士发生碰撞 造成机车骑士 头 手 脚 步 瘦伤 双方九侧值都为零 索性骑士并无大碍 详细车祸原因有待调查理清 记者刘几交刘志展李宗泽 《花莲桃园》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